从没见过这么仨的女司机 左手炫车机,右手玩飘移 车费贵得离谱 订单仍然供不应求 学会这一手神仙技术 月入百万不是梦 女司机名叫阿花 是一位特殊快递车手 长相甜美,性格泼辣 一句话足以概括她的业务能力 因为她送的不是东西而是人 阿花的老板老金 负责接任务和制定路线 车子问题则由阿花自己解决 一身休闲装都揣螺丝刀 只需轻轻一翘 又一辆八手奥托刀手 这天晚上,阿花照常接人跑路 再料刚抵达现场便遭到客户嫌弃 只因她是个女司机 阿花不想废话 直接踩油门催促警告 还不忘好心提醒系好安全带 客户却一脸猖狂 表示自己系了腰带 后果嘛 神龙白尾侧身挑移 各种小连招手拿把掐 面对紧追不舍的打手 阿花淡定喝了一口奶茶 一脚油门干到二百八 其他司机不敢走的路 她是一路飞驰带火花 无奈 打手实在太多 于是在客户的尖叫声中 阿花再次走小道突围 萌菜油门和火车赛跑 最后一招帅气水尾飘移 惊险避过火车讨之大吉 如此牛掰的特送 报酬自然相当丰厚 客户还想挖墙角 阿花愉快收下小费 然后小帽一戴谁也不爱 这就是阿花一天的工作日常 虽然快递费非常昂贵 但订单早已排到了法国 这天老金又接到一个大伙 帮一队父子偷渡到国外 男人在一家棒球俱乐部工作 因职业比赛找人打假球被揭罚 为了不去吃牢饭 果断背叛上面老大 偷走价值300亿韩元的密钥 准备带上儿子一块跑路 老金规划出多条路线 预演了各种意外情况 开上你地小黑改造的别摸我 来到接应地点 然而阿花怎么也没料到 就是因为这个订单 将会导致整个车行遭殃 事情一开始就非常奇怪 等了许久客户都没有出现 阿花猜到订单出了问题 却未猜到客户已经被仇家找到 双方周旋之际 只得先让小儿子背包离开 一会儿功夫 男孩跑到接应地点 但他并不是目标客户 阿花没有第一时间开门 直到两名持刀大汉出现 最终还是心软打开车门 接着小秀一波车技 带着男孩冲了出去 不料半路遭到仇家老大阻拦 阿花也是人狠话不多 直接硬碰硬决出胜负 阿花和男孩成功逃脱 但男人肯定是活不成了 抵到安全地点 阿花本想一走了之 然而男孩却像跟屁虫一般 怎么甩都甩不掉 为了不让阿花丢下自己 男孩使出浑身泄数 看着满满一书包现金 阿花别提有多头疼了 倒不是因为贪财 而是真的不想结外生枝 交叹得知男孩叫小远 连个亲人都没有 阿花不得不担任保镖工作 在老金的建议下 将其送到托儿所机构 只是很快就察觉出不对劲 毕竟谁家好人连个手续都没办 半夜就急着把孩子送走 阿花迅速返回 好在不算太晚 从厕所找到想要逃跑的小远 事后两人来到一家酒店 将小远安顿好 阿花终于有时间去买物资 另一边 仇家老大来到警局 警察一个个向他问好 原来男人名叫丧坤 真实身份是特别行动组组长 兼职棒球俱乐部背后老板 利用职权之变颠倒黑白 将杀害小远父亲的罪名 套在阿花头上 接着调取路口监控 轻松找到两人藏匿地点 等到阿花返回酒店 发现新闻正在报道 小远父亲死亡的消息 阿花是个黄花大闺女 哪里哄过孩子 正值头大之介 一大群警察突然闯入酒店 获知准确房间号 迅速包围了过来 阿花混迹江湖多年 怎么可能没有房范 早和小远躲入其他房间 听到电话里传来碎杯子声 意识到仇家已经上门 赶快叫停小远 换上一身保洁服 准备从员工电梯离开 俗话说人老奸吕老滑 丧坤没有乘坐电梯上楼 而是选择徒步爬楼梯 刚好碰见阿花路过 就在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 一只老手伸了进来 阿花尽可能保持镇定 丧坤却突然动手 小远被眼前一幕吓尿裤子 但还是咬了丧坤一口 阿花顺势夺下手枪 显然又闲摆脱对方 为了避免再被追到 阿花随手接走一辆车 跑出大老远后 又停在路边换上备用车牌 本以为万无一失 奈何丧坤手眼通天 稍微费点心 任何人都难以逃脱 得知小远还有一个妈妈 阿花开车找到对方 女人根本不认小远 因为风尘职业的缘故 自己都在假缝中生存 更别说多养一个孩子了 回到停车场 阿花不想让小远伤心 便谎称没有见到他妈妈 两人争执之际 阿花突然被一棒锤放倒 使丧坤派的杀手追来了 小远被其他小弟掳走 为了救回小远 阿花果断掏出螺丝刀反击 接着点燃皮甲克 引发火警消防系统 视线被挡水路打滑 开车小弟补身撞向结构柱 刚想下车查看 又被阿花撞断小腿 确认小远没有受伤 阿花果断开始表演 你说你没事惹他干嘛 阿花虽然成功救下小远 但也因伤势过重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 发现已经被救 原来是小远不顾危险 用命拦下一辆黑车 最后花光所有现金 买下了这辆破的不能再破的车 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 在和老金取得联系后 阿花把小远带回了车行 老金已经想好计策 决定把小远送去小黑家乡 暂时由小黑父亲抚养 事后阿花把密钥交给老金 养人猜到丧昆一直紧要不放 大概率是与此物品有关 事不宜迟几人赶紧行动 可就在阿花出去买船票之际 丧昆带人杀到了车行 他们是根据车辆信息 以及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找来的 事情突发变故 老金趁机按下私线警报 听到对话的小黑 将小远藏进了后备车厢 老金惨遭刑讯逼供 救援的小黑也被挑断绞金 不得已选择交出密钥 然而 等老金打开密码柜 送给他们的却是众生平等 可惜每开两枪就被丧昆击击中 这时 阿花从码头回来 听到枪声顿感不妙 偷偷爬到房外 发现老金已经倒在雪坡中 两人关系早已如妇女 回想起以前种种 一股无名怒火 瞬间在阿花心中点燃 此刻 唯有鲜血才能洗刷仇恨 丧昆无法想象 看似肉不禁风的小阿花 居然是这样一个疯婆娘 仅靠一己之力 拼死反杀大多数敌人 最后跳窗躲过致命枪击 战斗还没有结束 阿花开上车疯狂按喇叭 寻找小黑两人身影 小黑救下小远后就昏了过去 好在小远并无大碍 阿花刚想回去救人 突然被一辆叉车撞停 来人正式丧昆 他下车抓住小远 使枪逼阿花就范 见对方不为所动 气愤将小远扔进大海 却再次小瞧了阿花的疯狂 大海里 阿花费力摆脱丧昆 一心想救小远离开 无奈 丧昆阴魂不散 掏出手铐将他铐住 死也要拉个垫背 生死存亡之间 阿花用尽最后力气 把小远推向高处 自己则和丧昆沉入海底 下一个警察赶到 小远被顺利救上岸 海面上却再无阿花身影 事后小远伤势康复 进入新的校园回归正常生活 只是心中一直想念阿花 常用写信的方式诉说心中苦闷 这天小远不巧错过校车 但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他最开心 最幸福的一天 特送尚用于2022年 给网友戏称鱼板大叔 配乐带杆 追车戏粉过瘾 毫无拖泥带水 节奏紧凑又无冷场 几乎从头爽到尾 虽然创意比较俗套 但作为一部爆米花影片 水准已经赶超一些大厂 精细程度绝对超过女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